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点恢复过来了 对 但是喜马尼今天的防守 漏洞比较大 对 不知道喜马尼有一个前手摆拳 杀伤力很强 但是张忠宗今天正好也是反架 也是利用前手摆拳 双方突出前手的时候 喜马尼的左手是往下拉的 你看再次 一定要是跟对手拼这个左手 对 低伤 因为从基本技术系列上来讲 张忠宗的手啊 防守还是出拳的同时 我可以对手中的这样子 谢谢大家 你怎么在这边 是不是很理想了 是不是那边 我这个项目 不错 我可以对手 不错 我可以对手 就是我现在 我可以对手 要像你一样 我好 我可以对手 我可以对手 我好 我好 阿龙对军表现真的是可以用经验来形容 连续两次赌秒喜马尼 但是赵宏拿下了两个赌秒 但是相比喜马尼来讲 张成龙的报价就非常规矩 对 对 报价非常严谨 根据我们规则张成龙已经有三分的领先的优势了 那么喜马尼在后面的两个赌场中不会给张成龙造成赌秒 对 同样的赌秒或者是KO才有可能 对 或者胜利 第三次 第三次 哇 第三次赌秒 还是前手摆拳 如果要是说本场比赛累计五次赌秒 也就是说可以发生四次就会终止比赛 对的 看来今天确实是前手摆拳 我觉得对于阿龙来说一定要保好这么一个机会啊 双方在互换的时候有这么一个细节 西马尼的左手是往下掉的 对 我相信阿龙是对这场比赛做足了准备 无论他抽到跟谁对阵 我相信所有人的战略体系他都是了解的非常清楚了 不然的话他不可能这么精确的抓住西马尼这个计算的漏洞 还是要缓缓啊 不要着急 在后面的机会我们看西马尼还是这个手放的很低啊 我觉得还有机会抓住他左手的肉动 啊 都是一下 啊 在西马尼这场比赛可以输 西马尼这场比赛可以输 但是以这样的连续的独秒的状态输的话 我相信这个是所有人非常接受不了的 对了 刚才又是一次前手摆拳 好的 西马尼已经对阿龙的前手摆拳啊有所防御啊 哦 这个时候阿龙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头部以及腹部的防守啊 是 哦 连续的前手摆拳加后手激活 走 眼前線 啦 啊 好 有 仪 啊 什么 第三局两局三次前手摆拳重击 去年的65公斤世界冠军西马尼 是的 今天张超龙真的让我们大家 这种他今年整个一年 给我们所有的全民带来 真的是非常惊艳的表现 作为一名19岁的小将 在面对深惊百战的西马尼 去年的世界冠军 拥有俄眉传奇擂台之上 强大的复牌能力的西马尼 张超龙今天能否终结他 再次前手摆拳 双方对拼真的是非常惊险 双方在互相换拳的时候 很好很好 张超龙这个机会抓得也很好 打的西马尼现在有一点心态上 我觉得有点懵了 对 这个对于西马尼来说 他现在就比较心急 对 张超龙一定要打住计划 在选择的时间 做好防守 但是同时也要保持 现在西马尼终于反应过来了 到现在第三回合最后关头 对 现在现在场面上就一边倒了 但是当时心里已经觉得 已经拿了30多秒 但是要知道 一定要把动智保持下去 你的对手是深惊百战的西马尼 对 这个裁判和龙刀老师的意识 不能带第三局卸劲 所以我就知道 不能背对对手 一旦卸劲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 你很有可能会被中间 我们看到张超龙的一个战队 胜利人和今天都穿着非常亮黄色的这个服装 在场上非常显眼 准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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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号 2号 3号 4号裁判 给出了29比26 5号裁判 30比26 所以本场比赛 红方向